所谓额头抱青筋受苦又操心 颜尾有青筋婚姻要小心 这期我们来分享五种有青筋的面相 不同的部位寓意也不一样 第一个是额头青筋明显 家境不好 早年体质比较差 额头在面相当中是代表一个人先天的运食 也称为少年运 代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的贵人运 财运智慧等等 如果是一个人的额头两侧青筋暴露明显的话 预示着早年的运势一般 这种人大多数出身家境不是很好 从小容易受到一些苦和累 父母也比较辛苦 而且自身的身体素质也比较差 不过好在这种人大多数比较聪明 读书运学运不错 如果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气 将来还是能够有一番作为 那么第二个是眼尾附近 青筋浮现 感情婚姻早年中年都要小心 那么眼睛尾部也称为尖门 代表一个人的感情运和婚姻状况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尾部总是有青筋浮现的话 代表在婚姻运势方面不佳 这类人的感情大多数比较有波折 婚前容易经历多段感情 但是大多数没有好的结果 婚后夫妻之间也容易发生矛盾 容易出现婚姻危机 还有可能会遭遇配偶的健康运势不佳 还是需要多当心 那么第三个是鼻梁的青筋明显 鼻梁青筋明显 鼻梁是看肠胃配偶健康的方面 你需要多注意 那么鼻梁青筋是刚才讲的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对应人的肠胃 从面向的角度来讲是代表一个人中年的运势 如果一个人的鼻梁处青筋暴露比较明显的话 代表这种人大多数肠胃不好 食欲消化方面不是很强 我们都知道很多孩子的山根处 都有青筋比较明显 这种孩子大多数也是脾胃不好的象征 不过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用过分的担心 但是如果是大人的鼻梁处 有这种青筋明显的话 代表财运也不是很好 破财比较多 在投资方面尤其的需要谨慎小心 那么还有一个是在手腕处 青筋比较明显 这个说的是做事是先男后裔 手代表一个人做事的态度 手腕代表一个人处事的灵活度和圆滑程度 如果是一个人的手腕 上面附近有青筋暴露明显的话 一般这种少年运不是很好 从小命途多船 家境也比较一般 很难从家中得到助力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 不过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后也能够白手挤家做出一番成绩 属于典型的先男后裔型的类型 到中晚年的运势容易发达 也就是说 有种大气晚成先古后裔的这种特点 最后一种是食指下方浮现一些青筋 那么这个是很少见的 这个食指下方青筋浮现 有暗财或者不昧之财 那么对应着人的五指 食指在手腕当中 是迅功正财位的上方 也是代表财运方面的 代表一个人的抓财能力 食指在八卦当中 刚才讲的是迅功 在五行当中属穆 也叫穆星秋 如果是食指下方 有这个青筋浮现的话 代表暗财比较多 这种人善于存钱 但是如果是心术不正的话 大多数属于不易之财 如果命主为牧命的话 则运势不俗 这类人往往处事的比较灵活 事业发展非常的强劲 容易有大财